大家好 我的是安卓手机 我在中国大陆 我用的是这个快铃VPN 现在我手机语言设置为英语了 所以大家看到是英语 现在准备连接到香港服务节点 一下就连接成功了 非常快 真的是快速连接 顾名思义 名副其实 那我现在把手机语言设置为简体中文 看一下吧 好 现在我已经把手机语言设置为简体中文了 然后大家看到就是中文 然后这里简体中文状态下 它这里会显示实时在线人数的 目前是30.33万 大家都在玩什么YouTube啊 什么什么 这个Instagram Facebook Google 还有这个什么 这说明这些是比较热门的一些网站吧 也就说大家翻墙之后 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看油管 看这个批账 看这个Instagram Facebook 脸书 谷歌 还有这些东西 这个快联VPN其实挺好的 它不仅可以是翻墙出国 也可以翻墙回国 也就是如果你生活在海外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中国服务器节点 然后可以翻回国内 然后就可以听酷狗音乐啊 什么优酷视频啊之类的 因为有些视频网站之类的 它只能中国大陆的IP地址访问 所以就可以翻墙回国了 而且它有安全模式和急速模式 安全模式就相当于是那种 嗯全局模式 然后就是原生节点吧 也可以看那飞的 那我们试下这个那飞吧 好 现在已经进到那飞这界面里面来了 好那飞现在正在播放了 就他的片头音乐 动动这个音乐 然后这个音频字幕可以选择的 英语是原始音频 然后字幕可以简体中文 也可以选为英语 非常方便